家中關係跌至冰點 聯邦反對黨保守黨黨領希爾 說是總理杜魯多的外交政策失誤 希爾接受本台專訪 說到她對華為事件的看法 還對自由黨政府推出大麻食品帶來的影響 表示憂慮 本國輸油館為何有興建的必要 今年秋季聯邦大選如果保守黨勝出 她會首先處理什麼事項 請收看星期五晚上10點 傳媒對焦